原产业部长凯鲁丁被踢爆 从土耳其回国之后没有遵守隔离令 这整个星期下来是闹得满城风雨 昨天凯鲁丁告诉英文媒体新报 他上个月从土耳其回国到现在 是已经做了三次的新冠病毒检测 全都呈阴性 来证明自己没有被病毒感染 试图要为自己解套 那凯鲁丁的内阁同僚这几天 在被记者追问时也是统一口风 要大家耐心等待当局的调查 有犯错的话就会依法对付 那来到今天 跟凯鲁丁同属一党的首相署部长达基尤丁 就帮忙解释了 部长被指犯错受调查 其实是很普通的事 请大家稍安勿躁 不要未审嫌判 针对党同僚凯鲁丁被指违反隔离令 应受罚的这件事 首相署部长达基尤丁 呼吁先等待调查结果 不要未审先判 让法庭做出最后裁决 而国防部长伊斯麦莎比里 也有同样的立场 他说不管你是部长还是副部长 没有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 只要违反SOP就得受罚 不过还是得先让卫生部来决定刑罚 因为他没有权限 就在网络上还在猛烈抨击凯鲁丁 态度傲慢 被抓包违反隔离令这么多天 还是拒绝认错之际 卫生部今天发文告证实 当局已经在8月7号 向凯鲁丁开出1000令吉的罚单 作为部长没有遵守居家隔离令的刑罚 而凯鲁丁在文告当中也已经说明 他是已经缴付了这笔罚款了 不过吊诡的是 文告当中提到的开罚时间点 是在8月7号 也就是距离现在两个星期以前 原来凯鲁丁早就已经接到 违反隔离令的罚单了 但为什么这几天他在回应的时候 不直接承认自己早就受罚就好呢 这恐怕还需要当局更多的解释 来厘清事前了 那另一方面呢 就在卫生部发文告证实 向凯鲁丁开出1000令吉罚款以后 凯鲁丁也紧接着发文告 向全民公开道歉 而且呢 为了表示他的责任感和歉意 他还宣布把自己从5月到8月 这4个月的部长薪水 通通捐出来给政府的新冠肺炎抗疫基金